各位好,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Matthew Medios 但是你们可以叫我Nine 或者李国成 国家的国,成国的成 这是我的中文名字 然后,今年我19岁 在UBC上到2 除了学会计以外,我还学中文 同学们问我,你来自哪里啊 我每次告诉他们 我在温州华畜生长大 所以我是加拿大人 今天我想跟大家互相分享我们的学习经验 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觉得练习口语特别难 因为汉语不是我的母语 所以我以前觉得学习上次语法 需要很多时间 为了提高我的汉语口语水平 我尝试了不同的练习方法 我平时看一些中国电视节目 比如,中国有声音 我想和你唱 或者中国新说唱 我特别喜欢中文歌 因为这些歌给我浪漫的感觉 其实我昨天晚上跟我的朋友们 去看了邓子齐的演唱会 它是我们最喜欢的歌手 除了在KTV学中文 我还上网看视频 我最喜欢的抖音频道是Angela Baby 这个频道的视频不进化气 有趣 还让我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主个例子 如果我要跟一位漂亮的女生聊天 我不可以叫她阿姨 要叫她小姐姐 然后我还知道 中国有很多地方特色美食 所以我也想尝试 这些好吃的东西 例如 我在Richmond吃过 太二的酸菜鱼 海底捞 烤串 还有珍珠奶茶 我有一个难忘的故事 两个月前 我在微信上 对一个小姐姐意见钟情 她教了我一点中文 但是我常常上网发音 我想对她说的话 后来我们一直用中文聊天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谈了心里话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 那么合适的女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给了她我的全部 我真的以为 就是真爱 可是 造化弄人 这让我想起了 一首歌里的歌词 爱上一匹野马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我希望认识你们 并向你们学习 也许我们可以一同唱歌 或者一起吃火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